富昌证券推出了最新的富昌股亨通手机证券交易软件 不仅可以及时网上开户 享受免费及时股票报价服务 还拥有横指牛熊证数据分析 户深港通资金流向分析 港股升幅排行榜等功能 每日推送新股分析 派息通知等大量财经资讯 一款APP满足所有投资需求 查询请致电3108-3333 多谢选择富昌 大家好 又来到我们每逢周三的下午1点45分的A股节目 A股选择的时间 大家听到我今天说普通话 都知道我们请来的加奔机器 就是我们的 就是住在深圳的A股张家纪雷先生 哈喽 记忆总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下午好 好 我觉得现在大家应该都是关注到这一波 看见这个新经济跟这个 就是这个放置 就是科技股范围再大一点吧 就是科技股跟这个传统的旧经济的股份 这个资金方面的轮动 看见这一波其实在无论什么市场都出现这样子指的资金的轮动 这种你觉得现在这种情况真的是这个开始转换这个形式了 传统类的股份开始抬头了 或者是都是好像之前的疫情开始以来都只是这个谈发一线呢 我觉得这个事情分析起来实际上有两个逻辑 就是我们最近知道的 一个是我们看到是蚂蚁集团的推迟上市 还有一个是美国大选 那么这两个因素实际上对科技股都有密不可分的一个因素 一个是疫情的出现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的疫情 疫情的原因就是说 是催生今年科技股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推动力 那么由于疫苗的加速的出现以后 可能大家对溢价过高的科技股 有些我们讲的就是说高处不挣寒 感觉有些尤其是美国股市上反映出来比较明显 那么中国股市实际上提前在7月份时候 科技股已经调整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美国的科技股跟中国的科技股 我们可能要分开来分析跟研究 但总体上我们看到了 现在目前的一个共振的一个下跌的一个因素 就是说因为这些因素交叉在一起 所以我个人觉得科技股包括港股的 包括A股的科技股已经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调整 几个月的调整 现在这个调整只是跟美国的产生了一个共振 也有可能是最后的一跌 就是如果是记住你这个意思的话 就是如果持有科技股的 就先不要给振走这样子是吧 对也不用太过紧张 因为我们的科技股由于我们的疫情控制的好 所以科技股实际上在7月份的时候 实际上已经开始调整了 那么而且加上了中美贸易战技术战的原因 中国的科技股实际上整体上处于一个5G 包括一类的公司处于一个被抑制的状态 所以如果看国内的A股的科技股 实际上大家也不用太担心 因为11月份12月份如果有跌的机会 实际上还是一个可以不断的进行一个补偿的过程 而不是过于的去恐惧 因为美国的科技股情况跟我们不一样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如果是持有科技股的 就应该等它回调了 再去加上 那如果现在这样子 我看见今天呢 其实就是有两股不同的声音的 你看见大学是就在海浩大争争取之中 看好的会觉得 哎又打今天双11打值了 那些主要科技股都在得打值了 要买 就是看蛋了就觉得现在这高会回下来 就我看机器股都已经破了位了很多都 那也应该要赶快跑 那所以基种你就觉得不用太过金方 但是我想要去再牢的话 现在你觉得是不是时候呢 我觉得科技股也要区分一下 就是说一个是硬科技的 我们讲做设备啊或者技术的 一种是软科技的就是做平台的 所以这当中可能现在相对要规避的是软平台的一类科技股 但是对于硬科技的科技股 我觉得是应该 重低应该还是可以去买的 硬科技的就是就是硬件的 就是可能平台类的 对也要就是请教你一下这个平台方面的政策的风险 这个你可能比我们就是更要了解 现在这个管制现在是怎么样呢 你觉得会对这个科技股影响有多大呢 因为其实现在好像这个世界啊 什么都还没有真的出台要去怎么办怎么搞的 但是资金市场上都已经开始在惊慌了 你看这个大型的科技平台几个 现在都在跌5%到8%了 就是尤其这个亚里巴巴跌得特别厉害 对因为这个 这个就是说我们知道背景是 最近在国家在要出台就是说平台内的反垄断 实际上对于大的商业 就是我们讲的电子商务平台啊 或者类似一类呢 会产生一些作用 但是具体措施怎么落实实际上也是后话 所以呢 现在反映出来的还是情绪方面的东西 还没有落实到实际的过程当中 所以就是说 如果就是有持有这几个科技大平台的 比如说成信啊亚里巴巴美团啊京东啊等等的 就先不要太进发吧 对我觉得这一开始还是比较情绪化的东西 因为说老实话 我们国内的公司原来的希望是做强做大 说老实话 垄断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新课题般垄断 也是从美国这方面去引进的这一些概念 对 所以呢具体怎么操作 实际上大家也并不是很清楚 但是这当中难免也会有错杀或者类似情况 我觉得作为持有的人 因为我不知道你进入的成本是什么 如果呢你进入的成本是比较相对是合适的 那么还可以拿一拿 如果是短期冲进去的 那么我觉得还是应该就是不同的投资者 对于不同的自己的盈利要不同的处理 对于是吧 嗯好 那如果是硬件上的呢 其实硬件来讲的科技股 如果当时说今天呢 其实就挨估的当然是平台内回主 但是硬件内的也没有 也就是一些都在跌的 比如说比亚迪电动车的都已经跌 百分之十一 然后呢这个中心呢 也就是在跌百分之八 那其实这个硬件类型的好像今天的跌幅还是蛮疯的 那如果就是看法上 你觉得就是硬件类型的比较看好 就是等着是跌稳的再老是吧 我觉得是这样 因为为什么道理呢 因为它也是个正常的市场波动 因为前些涨得比较多 那么科技股之间本身就具有一种联动性 就是说 它只是一种获利的回吐 那么到一定位置以后 那么对于机构投资者来说 看好它未来的话 它还会继续去争持的 所以说我觉得现在目前情况下 还是一个情绪化的一个表现 尤其是美国大选 这个事件就是还是不是那么确定 或者还在摇摆 所以对这方面呢 就是说可能不同的投资者 有不同的这样一个想法 好 如果就是说投资者开始 就是看见一部分的投资者 其实这几天呢 在港股的成交还是蛮高的 昨天港股就是有2300多亿 今天呢 现在才下午两点钟都没到 现在已经有1800亿了 就是超过了平时一整天的成交啊 那坚持的话 其实看见这个换窗的情况 还蛮活跃的 就是大家都在 把这个新经济的科技股的 换进去旧经济的 那如果当时看见旧经济呢 其实真的不是每一只股份都可以在这个疫苗下市之后 可以寄属这个声势的 那基总如果大家现在想换马了 你有什么建议呢 实际上呢 就是说目前为什么成交量大 原因就是有风起 然后还有呢就是一些资金在做一个均衡 主要原因是 正对美国大选的以后的一个情况 就是说如果是拜登上台 可能他会对于基建各方面财政 投入会加大 所以这方面呢就是说 然后呢预期就是说疫苗出来以后呢 全球经济会复苏 因为今年的基数比较低 所以很多的项目都被冻结 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明年全球经济复苏是一个大概率的一个事件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一些顺周期的行业 比如钢铁 煤炭 航运 就是原来受疫情影响比较大的一些 比如说我们讲的一些成统行业 首先有一个估值修复的过程 好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其实煤炭 航运 其实看见一个金融类的股份 也就是开始这个启动起来 那如果是耐营类的 你又怎么看呢 比如说或者是其他类型的 有没有一些个股的推荐给大家呢 我觉得就是说这当中呢 有一些小的行业大家也可以比较关心 比如我们知道 今年汽车长得比较好 半导体芯片啊或者类似的公司 那么如果明年行业 就是开始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复苏的话 那么大家可以到上游先去找 因为复苏的源头在上游 比如半导体啊 它的上游的硅料啊 因为它化学制品里面 里面有很多油价也开始反弹了 所以对基础的这些化工品都会有推动作用 就是一种涨价概念会出现 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关注一些 归材料一些的公司上游的 材料一些的啊 比如说这个 因为呢 其实我自己就是很关注这个电动车的行业的 你觉得电动车方面的资源类股份 现在怎么看呢 比如说这个干风里业啊 就是在港股跟A股都有上市的 那今天看见港股这边呢 其实都出现了一个调整 就是跌了调整了4% 你怎么看这个调整呢 其实它是从历史各位回忆下来的 报处上现在应该怎么样呢 我觉得这一类公司就是说 它是有一个趋势的 因为资源呢 跟它的价格呢 跟它的储能 跟全球的需求是有关系的 现在需求肯定是没有问题 那么一主要的是 就是说因为市场有正常的一些波动 我个人觉得在11月份12月份 如果它遇到了一个调整的低点 我觉得还是可以进行逢低买入 就是啊 那如果是有货的怎么办 有货的 如果就是没有货的 可以等它调整再买进 那如果是有货的 是不是也可以手一下现在 我觉得有货的话实际上 会看你的持有成本的 因为如果一般来说像这种股票 大家持有的时间 应该都是比较长的 那么我个人觉得 那应该调整的空间不会太大 嗯 所以就是 开 就其实看好资源类的股份的 嗯 好的 那我们现在 先休息一下去一下广告 待会呢 我们再请教一下这种 有没有其他的推荐 待会见 嗯 好 要回到我们的节目时间了 其实刚刚都说到了 最近的大事 就是在这个美国总统大选之后呢 还真是蛮波动的 然后其实这个疫苗也 带来一些很大的影响 最近这么多的大的事情 要问问这种 怎么看这个总统大选呢 现在应该很大的机会就是 拜登在领向其实都已经 宣报了胜选了 啊 然后呢 当然之后也就是传出一些什么 点票发明人来说有问题 这样的情况 但是啊 这个现在来讲 大家都已经预期了 拜登当选的话呢 其实啊 拜登当选 是不是对中港的股市 比较有利呢 我是这样看的 就是说 拜登当选的概率相当 就会大一些 虽然美国还没有官宣 那么这种东西呢 就是说 由于拜登的基本策略 因为他当过奥巴马的副总统 所以呢 他也 他的演说当中也说明了一点 他也会继承奥巴马的 这一个整个的一个 治理的一个框架 所以说呢 从这个道理来说呢 就是说中美关系 会比特朗普时期要缓和 至少不会那么直接或者激烈 就是说 那么 这个话就是说 我觉得对中港的股市来说 应该都是相对的利好 嗯 嗯 其实看见最近的股市 还有就是人民币方面的就是 也都是在反映这个 拜登当选的一些利好 嗯 那如果这样子的情况来讲 我们 现在都已经 比如说 A国 港国都已经取入高会了 是不是 可以再进一步 反向冲呢 如果大盘的看法 我觉得现在的大盘 已经是在为明年做准备了 嗯 已经是进入了一个 跨年度的一个 前期的一个 一个仓位的调整 嗯 就是在均衡的过程当中 一考虑了美国大选因素 也考虑了明年的 就是疫情结束以后的一个 一个恢复阶段 所以我觉得可能又回到了 原来的这个 这个轮动就行 嗯 可能先是一些 意见啊 二金融啊 这些公司先有所不输 嗯 然后到一定程度以后 再是体裁啊 科技一类的 嗯 嗯 现在其实这一波呢 最近的资金 这种的轮动 都还是蛮明显的 其实因为呢 就是大家都说这个 现在有这个疫苗的利好消失嘛 嗯 然后呢 大家就现在突然的 就是资金 从这些科技股 都是估惑了 然后就换到一些 传统的落后的旧经济股上 嗯 其实这一种轮动呢 在这个疫苗的消失之前 已经开始了 那疫苗消失出来的之后呢 嗯 还更厉害 呃 那其实呃 如果我们现在就是打算要 减一下一些科技股 要换去一些落后的股份 呃 如果是说呃 耐营股份的话呢 这种你怎么看呢 呃 那么上周五云市创了新高的 金额新高的 而且互生他们也创了 但其他指数没有 所以相对来说我们知道银行股 就是前面我们已经 节目里已经说到过 就相对来说到十月份 十二月份 呃 呃 就是我们讲的三级报公布以后 呃 投资者机构投资者主要以求我为主 而且相对来说就是呃 呃 有些机构还是以分红为主的 那么它会持有这种分红率比较高的 然后比较稳定的这些品种 嗯 所以金额股我觉得是值得标配 嗯 标配就是呃 应该就是应该组合里边应该要有一些的这样子 是吧 嗯 那如果哎呀我之前就是没有 我还没买进 现在还可以买进吗 那我觉得肯定可以买进 嗯 因为主要原因是呃 如果经济付出的话 那么银行一定是会提前反映出来的 嗯 因为到了一月份的时候肯定是筹贷款的一个高峰期 嗯 嗯 那啊 好银行股这样子大家可以考虑了 啊有没有说特别看哪一家啊 啊 就是几个银行股来说 银行股一般来说呢 如果作为A股来说 我们更看好一些 呃公司治理比较好的一些 怎么说呢 就弹性相对好的一些公司 而不一定是在港股那边可能就是工行 建行农行 好 那么在A股呢 选择预计可能更大一些 就是我偏向于是选一些成商行 尤其是在经济八大地区 比如北京上海深贵杭州的一些工商行 嗯 就是都是选一些稳健一点的 对 好 嗯 那取得几个银行股呢 刚刚其实提到这个 互生300指数 其实应该都是我们这边呢 就是大家闪口来讲也是会关注的 因为呢 其实现在就是很多这类型的ETF啊 所以呢 都是大家会很多时候 其实港股的城市 投资A股的 都是通过这些的ETF 因为大家可能就是选股方面不太了解嘛 那如果说这个互生300指数来讲呢 你怎么看这个情绪 因为其实比如说看见互生300 现在其实这个真的是比这个大盆要强的 比这个上智等等要强的 那如果就是这个互生300方面的报酬 应该是怎么样呢 现在虽然这个比较强势 但是也都是从干未快去回落了 所以现在应该是货力离强 还是应该持有 然后等这个地位再加货这样子呢 我想不同的投资者 仓位情况不一样 如果你是半仓的话 那么逢低还可以继续买入 对 如果高的话呢 因为就是这 不是300是创新高的 我们都知道创新高以后 它都会有一个回落 然后确认颈限有效以后 才会继续第二波的上升 那么在这个当中呢 就是如果投资者是怕麻烦的话 就是比如说它会比较重 但是呢也不愿意做波动的话 那么我个人觉得是可以略过的 因为整个市场来说 下跌空间不大 嗯 好 所以就大家也可以留意一下相关的 ETF了 好的 那我们今天看见这些象征的走势 就是还没跌 没跌0.3%的 先报3348点 其实比如这个A股跟港股 似乎现在的走势 大盆的走势其实波动不大 但是就看见这个资金的轮动 还真的是蛮明显的 对的 那大家可以 现在来讲可以再留意一下 可能有什么握手的话 可以留意一下一些旧经济呢 好 今天谢谢技种跟我们的分享 那我们就是下一期再见 拜拜 好 拜拜 谢谢大家 拜拜